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女足夺冠,王一博与李孟文在线互动 这才是追星的正确打开方式 相信很多网友都和找找君一样 到现在还沉浸在女足夺得亚洲杯冠军的喜悦里 时隔16年,再次登上了冠军宝座 不得不高呼一声,了不起的女足姑娘 当然,除了女足夺冠这个好消息之外 女足姑娘李孟文也迎来了她追星的高光时刻 原来李孟文也是一枚货真价实的摩托姐姐 从王一博超话的打卡记录可以看到 她已经连续打卡805天 而夺冠之夜也正是打卡第805天这个特殊的日子 李孟文发博,哇哦,有点厉害了 我都没发现,果然是个好日子 并且笔心805 也正是因为这条微博 李孟文得到了偶像王一博的评论回复 机长,运动你还太酷了 恭喜恭喜 了不起,裤盖连用了五个感叹号 可见王一博当时的心情有多激动 不过话又说回来 哪个中国人不会为女足姑娘们的胜利而感到自豪呢 如果参与创造胜利的人 也恰好欣赏着自己 那不就是双重激动了吗 面对来自偶像的称赞和鼓励 李孟文也很欣喜地表达了内心的感谢 也要感谢你和你的粉丝们 给我带来了超多正能量的支持 细心的网友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李孟文在备战亚洲杯期间 在如此紧张忙碌的情况下 还能坚持一天不落地迁倒 不禁让很多网友都表示服了 这是多么自律的生活 才能做到心中热爱与生活两不误 这也不禁让我们想到了裤盖王一博 他在参加综艺 出席代言商业活动 拍戏 现唱主旋律歌曲等一系列工作的同时 还能坚持心中热爱的摩托 滑板 街舞 成功的人果然都是优秀的时间管理者 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努力着 拼搏着 最终以良性的粉丝与偶像的互动方式相见 追梦的人真的都很了不起 其实 这样的文体梦幻联动 粉丝与偶像的良性互动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中国七人制橄榄球运动员杨敏 也是王一博的粉丝 他在东京奥运会小组赛结束后发文 希望王一博能够成为橄榄球的推广大使 让更多的人了解橄榄球 王一博也在第一时间回复了杨敏 虽然不是推广大使 但是并不妨碍他宣传橄榄球 同时 也为橄榄球姑娘们加油 女足小姐姐李梦文 橄榄球队员杨敏都是凭实力追星成功的 他们的追星方式非常值得推广 他们把偶像当动力 以偶像为榜样 在自己的领域里努力着 奋斗着 而不是盲目地在网络上跟风 吃瓜 为偶像 DB LC 这才是粉丝与偶像双向奔赴的正确打开方式 原创不易 谢绝搬运 如有特需 私聊 授权八爪随笔 其实 正确的追星方式鼓舞着每个艺人 运动场上的体育精神同样也激励着每一个人 这种文体破圈式的互动 让我们看到了偶像与粉丝彼此之间互相鼓励 共同进步的正确追星方式 也让广大网友看到了因热爱而拼搏 因突破而发光的精神 更加见证了来自于榜样的力量 2022年让我们一同保持心中热爱 如王一博与女族姑娘们一样 在各自的领域里点亮梦想的火种 努力突破层层阻碍 最终到达梦想的彼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